天蝎座的朋友大家好 在这一个 就是伴随着这一个 双鱼座里面的新月 OK 在整个农历二月 你们的运势会怎么样呢 那我应该会有很多的张星师告诉你 哦 这个新月在双鱼座 所以你们会有派拓 有谈恋爱的那个运势 OK 但是呢 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 张星并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呢 天蝎座会不会有派拓的那个可能 Well things happen OK Never say never 当然有可能 什么可能也有 但是根据那个张星 这是那些理论呢 这个 其实那个机会 不是说非常大 反而 反而 有 有那个分手的可能 嗯 所以其实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那为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尤其是 如果你 你们的感情 跟朋友有关 那比如说 嗯 就是你们的友谊啦 OK 你们的 你们跟朋友的关系 或者是呢 如果你 跟你那个感情关系的对象 是跟你的朋友有关的 比如说 你们以前是朋友 然后现在发展到 变成男女朋友 OK 或者是说呢 嗯 你跟你现在的那个男女朋友 是由你的朋友去介绍的 或者是由他的朋友去介绍 OK 就是透过朋友去认识的 那个感情的对象 嗯 又或者呢 呃 最近可能你的那个感情 你跟你的那个感情对象方面呢 你的朋友会 就是跟你说一些消息 可能去打那个 打你的朋友的 打你的男女朋友的小报告 啊 你们 你们就是 香港以外的人 会不会说打小报告 这是说坏话 OK OK 所以就是任何感情关系 如果 是 嗯 写 涉及你的朋友 OK 又或者说 就是 嗯 基本上你的那个友谊 你跟你的朋友的关系 那在这一些的 不同的关系里边呢 你 就是 你就是会 嗯 感到 非常的不高兴 很失落 OK 你 你会感到很伤心 所以 我就是说嘛 跟普通的伤心师 他们告诉你 哎呀 你可能会 你可能会派脱什么什么 是不一样的 OK 当然呢 如果你是 嗯 你的那个星盘里面 有一些 不同的那个能量 那可能你真的可以 排脱 但是呢 根据 呃 张星的理论 尤其是古典 张星的理论 这个农历 二月 你会在你这一些 感情关系里面 呃 就是 每逢 涉及到你的朋友呢 你会 造 呃 造受那个 失败 你会感到非常的伤心 那所以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 天蝎座的朋友 在这个农历 二月 你们真的要非常非常 好好地保护 自己的情感 OK 要保护自己的情感 嗯 OK 任何的 任何的关系 就是男女朋友 拍拖 谈恋爱 或者是你们的友谊 每逢 它涉及到你的朋友 那你 你们就要担心 OK 那 呃 如果真的 呃 很伤心的时候 可以怎么办呢 根据塔罗 的那个建议 你们可以去旅行 去三星 OK 就是三星 对吧 你们是不是叫三星 就是去放送自己 OK 散 散步的那个散 散心呢 是不是叫散心 散步的散 然后心 就是心情的心 OK 去放送自己 去 呃 忘记那个不好的感情 去忘记那个 伤心的事情 然后呢 可以去旅行 也可以去多看书 OK 看书 看书也是 对你们 非常的好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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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